2022年1月31号初夕 我多次取消的第二所喀什行终于来了 开始登机了 现在到了乌鲁木齐了 飞机呢在这里要换飞机换机组 然后继续飞往喀什 现在呢外面已经是冰天雪地的了 天气不太好好像外面会浓的 机场出过宝道之外都是雪 大白防疫人员 玻璃够装的 经过了流调做核酸免费的 然后呢我终于出来了 这里呢是喀什机场 喀什机场呢不大 时间还是蛮快的拿来行李出来也蛮快的 现在好像也在修就是啊 和我两年多久以前来印象不太深刻了 现在要去叫个车到市区啊 这里车进入来烙停车场 小机场 这目前是中国最西边的地级式的机场 好到了开始了 那今天晚上住在一个青年旅社 这是新疆特色 近里面有一个安检机 一个很大的厅 青年旅社他们晚上会自嗨啊 我看有吉他还有手鼓啊 位置非常好 就在那个喀什最古老的清正寺的后面 今天呢是年三十 所以呢 住在这里的小伙们 他们自己买了火锅回来 晚上那个准备吃火锅 当然了我不喜欢吃火锅 我可能晚上出去吃饺子和烤羊串去了 你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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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哥这个火锅 他可以帮你宣传一下 他做了几十万粉丝 他都吃了你再做了吧 对啊 哈哈哈哈 这个几十万粉丝 他给你吸引了人应该不好 然后 这个是新开的 啊 呃 非常非常新 啊 这边啊感觉会有点大 啊 小伙们在洗手间忙着洗菜 嗯 我需要你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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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自五公司 嗯 然后2022年的 22年的除夕 啊 聚造了新疆喀什 啊 新关于新家的特色 哎 我观察室 啊 专门留了一个房间观察室 嗯 这是我住的房间 哈哈哈 房间我都不知道走哪 呃 六人间 上下铺 啊 地方比较小 呃 和那个国外的比 呃 还是有点小 呃 然后也没有那种单独 呃 存东西的柜子 哎呀 不过40多块钱人民币一晚上一个床位很便宜了 啊 这边还有一个洗衣房 啊 洗衣房 嗯 部分还没有完工 啊 出来下面就是繁华的闹市 嗯 而喀什古城最市中心的地方 啊 旁边就是那个清真寺 二零二二年除夕夜 喀什 好多新疆美食啊 啊 随便找了一家 是年夜饭 一勺美食餐厅 嗯 都是维度的老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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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晚年夜饭我点了三个菜 呃 维度的汤水饺 三个烤腰肉菜 还有六个包子 应该能吃饱了很爽的 四漂亮 五年第一餐 手抓饭 羊肉汤啊 原来 喀什地园喝羊肉汤啊 都是拿那个唐瓷缸装的 就是老板准的小菜 缸地的维族餐厅 对手的起来 Hospice 熟嘣 干锅 煎到 炒糖 鱼 打一包 煎到 煎到 炒面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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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做冰激凌的 鸿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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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就好拔起 这样子煮熟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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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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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